嗨 欢迎收看游升学的声音小教学 在游戏里学声音 用声音玩游戏 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透过 边缘人之急速狼人杀台语局的游戏内容 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声音的小知识 探讨关于声音的各种可能性 好 一样 还没有看过影片的朋友 按这边 看完以后再回来我们的声音小教学哦 这次我们的台语局派出公司三位台语咖啡链等的选手上场 为的是什么呢 除了取悦大家博君一笑以外 其实更希望大家去深入思考一下 语言对我们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每个人都有出国的机会 或是和不同语文文化的人交谈的经验 那通常在这个时候会是以什么状态和对方沟通呢 你看 大部分外语普通的朋友 在国外生活总会有一些生活上的需求 一开始一定用一些比较简单的单字 再加上比手画脚嘛 对不对 这次从三位选手面对不擅长的语言状态 我们来想想 不擅长的语言该如何表达呢 再从这里延伸到 我们不擅长的情绪该如何表达呢 夾输 夾输我真的是 他输了 夾输就是 夾输 对吧 我告诉你 他就是一家哈士琪啦 不好意思 我是成功啦 后面有那个 生游戏的 听音小学校 我们先不讨论游戏的结果 整个游戏有记忆点的地方 就是两位女生玩家敢讲敢表达的状态 所以谁输谁赢好像不重要了 但这个敢的勇气是需要不断练习的 如果你曾经活在被否定的环境里面 或是自己本身个性就比较内向 那这个敢的能力就会被压抑住 限制住 因为我们从小被教育 要有修持心 不要做丢脸的事情 这些让你都不敢表达 所以重新夺回敢的力量 得要先丢掉耻感 这个丢掉耻感的表达过程 就是在重新翻映自己内在的欲望 状态 感受 还有情绪 让它成为一种行为 或是变成一个语言 这也就是自我需求的表达 甚至它可以进化成情绪的沟通 所以 不擅长的语言呢 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为 不习惯的表达方式 反正其条路不通 就换另一条嘛 不去尝试表达 别人根本没有机会理解你 也让你断了与他人的连结 这不是很可惜吗 处于长时间的 哎呀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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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会让我们失去 我们本来就拥有的沟通能力哦 如果看到这个影片的你 发现自己有情绪压抑的状况 从今天起 不妨试着让自己丢掉耻感 勇于表达 从每一次的表达里面 找回属于你自己的力量 好 来 重点整理啦 第一点 丢掉耻感 我最大胆 抱着耻感 不仅对表达有很大的障碍 时间长还会内伤哦 第二点 此路不通 另有蹊迹 表达自己的内在啊 非常重要 多尝试 尽力去表达 外界才会有机会 理解你真正的想法啊 学会了吗 以上呢就是今天的 游生学的声音小教学 我们下次见 掰不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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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